麻辣紫鸡 麻辣紫鸡是湖南长沙的传统名菜 早在清朝同志年间就有了这道菜肴 充分体现了湖南的地方特色 原料有鸡腿肉400克 青红椒50克 蒜苗50克 调料有味精1.5克 精盐5克 料酒15克 花椒10克 还有醋15克 香油15克 湿淀粉50克 酱油15克 制作的时候鸡腿去骨 斩成冰 青红椒 青红椒也要切成丁 蒜苗 切成粒 七腿肉 加蛋黄 料酒 精盐 精盐 味精 水淀粉 干淀粉 上浆 水淀粉 水淀粉 清水 勾充分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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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加上蒜苗 锅上火放油烧热 倒入鸡丁滑散 再倒入青红胶粒 并迅速倒出沥油 锅上火留少量底油 加辣椒煸出辣味 倒入鸡丁烹入碗汁 翻炒片刻 加入香油即可 最后撒入碎花椒 麻辣紫鸡的制作关键是 调碗汁时调料加入要适量 它的特点是色泽棕红 光亮 麻辣咸香 鸡丁鲜嫩 whippedskin 但是 静肚如 梆 卢 包意 fifty 雲 cy 雲